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两个 应该不止吧 我的好徒儿 这些美妙的对象呢 这些美妙的对象呢 这些美妙的对象是幻觉 这些美妙的对象呢 这些美妙的对象呢 也没说过东西 准备收费 没关系的吗 他一定还在附近 这哪里 这是另外一个方向吗 在上面 在这里 你又想杀了维师吗 好变态喔 他在哪里啊 你在哪里啊 他在哪里 你不要乱跑 我看他在哪里啊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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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多余的事物 只会让你分心 你身邊的那些人 沒事就打發慈飛 將他們處理掉吧 哈哈哈哈哈哈 不會讓你傷害他們 好 敵人會使用圓靈技能 請小心 好噁心喔 那是老鼠嗎 好噁心喔 你為什麼要幹嘛 為師為了將一身本領傳授給你 可是用盡心力 如今 你成為為師最完美的傳人 不但不感謝 還忤逆我 我得好好的懲罰你才是 哈哈哈哈哈哈 皇帝等哥 哈哈 大哥 你的殺氣不比當年 果然是被那些不必要的人 给过平了心智 看来为师 有必要重新调教你了 住口 在哪里 当年你和幽和那一战 真是十分精彩啊 本来你和幽和 为师很难去说 但是为师果然没看错 最终还是你 活了下来 我要杀了你 就是这样 多么美妙的杀意呀 唯有死亡 才能让你变得更强 雕虫想象 他技能蛮帅的 他怎么跑到后面去 旁边等车 好痛 好痛 亲手杀了为师 和最要好的朋友 则儿一定很不错吧 你能如此清除于蓝 为师真是十分欣慰呀 我 到哪里去了 方才算命还在 好徒儿 你做得很好 你的身边 只要有死亡就够了 下一次 就摘下一期地的头颅吧 是你 你 你身上散发着杀气 心绪紊乱 可是医者大计 先生为何出现此处 你与雀鬼是何关系 雀鬼是我兄长 然我并非 被报仇而来 他够真死 云青 你可知 你的心结一日未解 非但毒患化消困难 日后也可能如同今日一般 在无意中伤害你所真实之人 我知道你一直在追寻 真正的自己和生存的意义 若你想解开心结 彻底了解那段缺失的过去 就和我去一趟寒荒吧 你究竟有何企图 我为何要相信你的话 我乃寒荒国大巫像 受撒庸国主之命而来 云青 我对你绝无加害之心 只要你愿意 我可以协助你更加强大 让你再无后果之忧 足以保护所有真实之人 这些桃堂士兵你无需担心 我会派遣寒荒使者前来说明 不必 寒荒使了 我定会来请罪 带路 并不退 允兄昨日未回房中 应是彻夜未归 他以为留下任何讯息 究竟发生何事 神医呢 回来没有 那可糟了 宫里来了人 说昨夜死的那些逃堂守卫 都是一箭毙命 还说 有人看见行凶之人 是一名身着白衣的男子 面如怪蕴 武功高绝 现在他们就在门外候着 要神医立即出面说明 他们怀疑云凶 这绝不可能是云凶所为 我也不相信啊 可是 云青果真不在 谭青大哥 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 谭青师父 我与云凶昨夜还在此地 促西长探 他根本没有理由杀人 飞行 相信你已见过 那些尸首身上的剑痕 凡事讲求证据 只要曾与云青过招 就会多少清楚 他的使剑手法 即使如此 你仍坚信凶手不是他 云凶他 神医绝可 他不会赖杀无辜 谭青 为什么每次你总爱找我们麻烦 这偌大的帝都 穿白衣多的事 你为何就偏要怀疑神医 你要真这么有闲 就去把全城都查一遍啊 偏要赖在我们这里做什么 王叔妹妹 王叔姑娘的提议 我早已命人坐落 我此番前来 并非为了此事 帝君有请诸位 即刻起站 可是诸国首领 愿意聚守青山别宫 眼下云青下落不明 你等随我先行 坦静大哥 我总觉得 云大哥的此时失踪 甚有蹊跷 也许 我该先回靖心殿 伤请巫步 习列寻探云大哥的下落 嗯 也好 那么我们稍后 在青山别宫会合 蓝香姐姐 我不想和那人同路 不如我陪你一起去吧 早点知道神医的下落 我们都能安心 霍天上神何在 还需请他一同前往 霍天之后 特地都喝了太多酒 还在赖床呢 细雨去救他 哼 一席老二 这会是开还是不开 你让我们等了这许久 该不会是为了冬结那小子吧 帝君 朱尔他肯定是在路上遇到麻烦 才误了时辰 哼 赤言首领 此会非同小可 与次是希望 能有更多部族国家 共襄胜局 与先前派遣的使者 已对诸位国主首领 详细说明竞争面貌 以及其中真相 相信诸位定能了解 为防九州轻赋 已是刻不容缓 我们确实未曾想到 竟有人借神阀之名 行试杀星神之石 只为拔除混沌封印 让昔日浩劫再起 是啊 难怪近年天象大乱 灾祸贫荣 这谁人共结 实在令人震惊 幸而如今尚可亡羊补牢 予以证实 南北斗星轮 可以匡正星辰 与混沌抗衡 霍天上神 乃蛙黄之意 亦可助我们 重新炼制五色石 封印混沌 只是在此之前 我们必须协力 断其混沌根源 止息征战 吴随便说说你也信 真是别准 什么人心冲突 可令混沌壮大 静玉便是五色石的碎片 真是无稽之惨 我看你只是想要 我们将静玉都交出 再次遵你为共主吧 不错 依心老儿 据你所言 静即是人为 而且冯蒙牵涉其中 那冯蒙可是大义爱徒 他脱不了关系 你逃堂也脱不了关系 要我说 什么静 什么混沌 都是一亲老儿 你一手造成的 齿言 消耀胡说 冯蒙一身建议是我所受 我确实应与其同罪 择无旁贷 待九州平安度过覆灭之劫 我大义愿任凭处置 但此刻 还请众位 务必同心 停止征战 共同挽救九州之难 摄日王怕是高看了自己吧 我们今日会来到此地 只不过是想看看 依其老儿是否真愿意为了 这些年的无能负责 愿意为了九州苍生 交出共主之位 就算陶堂现在真能解决 静有如何 一切都已经太迟了 共主 难道真要重选九州共主 早就该重选了 离其老儿 我看你还是赶快退位 我们今日就来重选共主吧 重选共主 确实也是 与广妖诸位齐聚于此的目的之一 凡贤德者皆有 父上 明儿已在宫中自尽 你可称心如意了 放肆 丹珠 你可还记得自己什么身份 我自然知道 我身为东极之主 为守护桃堂浴血沙场 拼尽全力 可如今 却连一个心爱女人的性命都保不住 卓儿 你明知丹羽玄黄之事 林河 他确实难脱关系 你现在是东极国主 也是桃堂太子 于是 应该多想想 帝君现在正与诸国商议共主之事 你不如 先退下一桶聆听 哎 真无聊 九州共主有什么好稀罕呢 还要花这么多时间讨论 既然你们尊我为上神 我干脆替你们解决这个难题 大家也好赶紧回去休息 不知上神有何见解 既然星轮可以救世 何不直接让他来坐这位子 阿天 不可胡闹 我何的何能能坐此位 九州共主 必须是百姓认可的贤德之人 哎 真麻烦 不然 就你隔壁那个人吧 我记得你叫崇华 嗯 上次赠我的美誉 倒是可口 啊 上神选了崇华贤士 居然如此儿戏 但崇华贤士 确实先能 崇华贤名宽厚 深得民心 确实是足以承担 天下大政的人选 哼 帝君 银水珠 乃神水乡求援之许 莫非 事态紧急 舍日王宿醉于来 请诸位使者暂且休息 共主之事 稍后再议 我看依奇老儿 不会是想逃走了吧 该不会真的 我看依奇地走对你 你肯定是有什么要紧之事 大家还是不要妄议为好 安静 若鱼似时未归 便由你继续主持 我看依奇地 你肯定是有什么要紧之事 大家还是不要妄议为好 安静 我看依奇地 我看依奇地 人口 莫佳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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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祖罗